大家好,我是元宝 今天咱们来讲述一起发生在湖南少阳的密门残案 相信大家都了解过战口后为母报仇的案件 虽然是命案,但是也引得大家的尊重与关注 今天这起案件的凶手也是声称自己是为父报仇 他隐忍十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填仇 后手刃对方满门尸一口 可他却没有像战口那样获得大家的尊重 都觉得他是一个恶人,该死的人 那么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仇恨? 接下来话不多说,开路本起案件,磨到十年 在1999年的8月31日 这一天,湖南信绍县警方接到了一起报案 信绍县平上镇摩石小区的6万元学杂费被人给抢走了 当时学校的两名老师刚刚到银行取出来的 在半路上遇到了5个男人将学杂费抢走 就在警方准备着手调查此案的时候 在隔壁山长村传来了噩耗 李鸿才一架十三口当场被人砍死4亿人 有一个老人带着孩子出去了,才逃过一劫 警员一听,这还得了 于是赶紧来到了现场进行查看 现场是惨不忍睹 横起出发,躺着尸体 现场也没有财物的损失 这难道是来寻仇的吗? 就在警方看宴的时候 周围围观的村民开始议论起来 他们都提到了一个名字 李青海,肯定是他做的 警员开始对村民进行问话了解 村民们都说 李鸿才对李青海有杀父之仇 李青海对李鸿才的兄弟李子文有多奇之恨 而且这兄弟俩的父亲是李青海的亲叔叔 李莫处 接着被抢禁的那两名老师 其中一名男老师也说到 当时五个男人有一个人就说了 自己叫做李铁筹 还说是他的同学 可我的同学没有叫李铁筹的 但是我听声音应该就是李青海 警方听完这些述说 当时决定熟线要找到这个叫做李青海的人 整个过程过于繁琐 原本就不赘述了 但是警方只用了二十个小时 就将李青海还有其余团伙成员抓获 李青海承认抢劫与杀人的事 都是自己策划组织的 并且声称 等待这一天 我等了十年 今天终于是为父报仇 接着警员问道 你为父报仇 你为何要将对方两岁的小孩都要杀害呢 你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李青海则说 别说小孩了 他们家的牲口我都想杀了 说到这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也觉得不寒而栗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让这个李青海如此呢 这还要从梁家人的恩怨说起 李青海呢 于1970年出生在散长春 家弄了独子 父亲李莫言 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男人 这个得到了全村的认可 可李青海的母亲就比较活泛了 在李青海散岁这一年呢 就跟别人跑了 并且是全村皆知 所以呢 李莫言与李青海这对父子 成为了全村人 差于藩后的谈资 李莫言呢 当时也算是忍辱负重的啊 没有再娶 只是老实的干活 又当爹 又当骂子 去照顾李青海 而李青海从小听到最多的话 就是他是一个没有娘的孩子 时间一长呢 这个李青海心中就发生了扭曲与变化 他开始痛恨母亲 自己的性格呢 也变得隐喻 村里的孩子呢 都没有人愿意去打给他 于是呢 他只能跟林村 还有本村的一些小流氓一起玩耍 学习成绩 那更不用说了 差的不行 但是他的父亲李莫言 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儿子 还在干活挣钱 希望能够读读书啊 可李青海就是不上路子 直到1989年 李青海因为盗窃 被捕入狱 李莫言才意识到 自己一直呵护的儿子 成为了罪犯 李青海也成为了全村人口中的废物 和垃圾 这让父亲李莫言是痛苦不已 但是他没有嫌弃儿子啊 还到监狱去探望 希望儿子出来之后啊 能够改过自新 当时李青海看到父亲啊 苍老的脸庞 满口说道 出去以后再也不混了 咱爷俩好好过日子 可谁知道过去半年了 李青海再也没有看到父亲来看自己 李青海也很纳闷啊 也很难过 难道父亲嫌弃自己了吗 不愿意看到自己了吗 还是说父亲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来不了了呢 心中不安的李青海在监狱中 求监狱坊面 希望能够帮忙打探一下父亲的消息 经过申请与帮助 监狱坊决定去了解一下 可带回来的 却是一个让李青海这一辈子 都无法释怀的消息 原来呢 在1990年的4月16号 他们家的邻居李鸿才 李子文兄弟俩 去李莫言家偷东西啊 这也是李莫言的辞职吧 当时呢 李鸿才与李子文 年纪与李青海差不多啊 还是唐兄弟都是半大小的 他们都觉得啊 李青海进了监狱 家中就只有李莫言一个人在家 就觉得比较好拿捏 再加上他们也没瞧得起李莫言 于是呢 就潜入家中进行盗窃 其实呢 就是等于明抢去了 李莫言呢 发现了他们 制止他们 可二人不管不顾 还将李莫言家的窗子 全都给砸掉了 这一下子呢 就挤怒了李莫言 他找到了一把菜刀 吓唬两个人 李子文当时害怕了交跑 可个个李洪才却跟李莫言 打了起来 并且抢过菜刀 给李莫言的脖子上 就来了一刀 顿时呢 是血流如注啊 李莫言倒地不起 见如此 二人当时就跑路了 第二天才来到警局自首 可李莫言已经死亡堕食啊 也是第二天被人发现的 根据后来的审讯与书里呢 李洪才一口咬定 是李莫言要砍自己 自己处于自卫 夺到凡杀李莫言的 最后呢 李洪才被判处游弃徒刑 十一年 李子文被判处游弃徒刑 七年 这个消息呢 让李青海后槽牙都咬碎了 我一定要报仇 我一定要弄死他们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呢 李青海开始在狱中 积极的表现 目的就是早日出狱 最后呢 他被关押了三年 被释放 回到家的李青海 发现一定是物是人非 村众的人也没人在意他 也没人去安慰他 他在村里也是无所事事 可他心中复仇的火焰 一直是燃烧着的 当时李洪才与李子文 都在监狱里服刑 刚出狱的李青海 天天都在观察这家人 观察来观察去 他顶上了李子文的妻子 当时呢 李子文与妻子刚结婚 不久就被抓了进去 二人总共在一起 上活的时间不超过一年 按道理来说啊 这还是信媳妇呢 而且自己也在监狱里 憋了这么久 于是呢 他就打起了李子文 媳妇的主意 正好呢 也算是复仇的第一步 于是他经常去帮助 李起干活 再加上自己体格子不错 一身小见着肉 这给刚新婚不久 丈夫就进监狱的李起 有点迷到了 没过多久呢 李起就成为了 李青海家中的常客了 而且李青海故意不被人 经常大白天呢 就去田检地头 给小媳妇扛回自己的家中 故意弄得很大声 目的呢 就是让隔壁听到 因为隔壁 就是叔叔李末出的家 果不其然没有多久 李子文媳妇出轨的事 是穿的全村戒指 离家人觉得这太丢人了 于是就把这个媳妇扫地出门 其处呢 李青海觉得这个女人 自己也该甩掉了 可他一想 自己现在也没个营生 这女子呢 也还可以 长相身材都不错 于是呢 他就带着女人来到了省镇 弄了个粗乳房 让女人接客 做起了皮肉交易 可没有多久呢 李青海觉得 这个营生很不错 也想扩大贵模经营 这女人也没啥价值呢 于是他就给卖了 正卖了 而且此女子到李青海 被正法的时候 都没有消息 卖掉女人的李青海呢 就按照自己的思路 弄了一个理发店 从湖南那一边 弄来十几个小丫头 包括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 来从事皮肉交易 用她自己的话说 我也恨我的母亲 接着呢 她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叫做李天仇 并且做了一个假身份证 用她的话说 我的仇恨无穷无尽 天都容不下 很快的 一靠压榨这些女孩 李天仇有钱了 还在深圳 找了一个贵州女子结婚了 还剩下了一个儿子 这期间呢 她的小日子 过得还挺舒服的 但是为父报仇的想法 一直无法忘却 后来呢 她想到自己 早晚有一天会杀人的 不能连累妻子与儿子 于是她故意的 强硬的离婚了 还把这段期间赚的钱 都给了妻子孩子 把那个理发店管了 团队也解散了 自己一个人走了 接着呢 在深圳广东一带 是打打杀杀 还别说啊 凭借自己的这股子冲劲 她还瘦了几个小老弟 就是后来陪她一起 回湖南抢劫 又杀人的那几个人 而且这几人 有一两个 也是带着对父母的仇恨 有的想杀父亲的 有的想杀母亲的 反正这些人聚到一起 开始兴奉作浪 而李青海一直在等待 李洪才与李子文出来 直到1999年 李青海得知了 李洪才与李子文都已经回到家中的消息 此时距离父亲被杀 快十年了 李青海觉得 复仇的时机到了 他带着几人 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准备了共居 还有一些计划 接着呢 在8月31日 现实抢劫了 镇小学的学大费 接着呢 几人来到了李青海的家中 隔壁叔叔 李末处的家 正在摆酒席吃 有所是庆祝儿子处狱的 也有所是家中小孩 过满月酒的 反正是其乐融融 这个场景更加触动到了李青海 李青海压抑着内心的激动与气氛 告诉手下小老弟们 再等等 等他们喝差不多了 过了一会儿 果然输出家的男人 有的已经喝多了 有的还在强撑 反正都喝了不少酒 李青海觉得 时机到了 给小老弟们一个眼神 几人手握 砍刀斧头 匕首棍棒 冲进了李末处的家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 对方一看是李青海 也知道来者不善 纷纷找寻坐椅板 但是开始抵抗 可由于喝了酒 比较突然 再加上李青海 这些人属实比较生猛 没有多久 他们就被砍倒在地 现场是血流成河 两岁的小孩都没有放过 当时有一个老人 带着一个孩子 先走了 才躲过这一次劫难 要不然就是死三口满门 接着就发生了 开头我们所讲述的那一幕 李青海被捕之后 非常的淡定 感觉如同释放了一般 一个人说自己大仇得报 自己也很欣慰 对于自己生死 已经无所谓了 接着几人被法院 诉罪并罚 被判处死刑 在1999年的11月份 几人都被执行了 此案是选告中结 说到这 本案的基本案情 讲述完毕了 大家觉得李青海 与张扣扣 他们之间有可比性吗 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啥见解 与看法 也欢迎留下您的精彩评论 最后还是那句话 愿事件没有罪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